14日记者拍到了拍完戏正收工的佟丽娅 在商务楼里拍摄完工的鸭鸭正准备收工乘车离开 和剧组人员一一道别之后 鸭鸭就乘车来到了自己入住的酒店 她身穿白色T恤一头短发干净清爽 收工的鸭鸭回到酒店大堂 儿子朵朵则穿着蓝色条纹衫 蓝色牛仔裤在大堂等妈妈 朵朵的正脸罩也首次曝光 可爱极了 佟丽娅夫妇 平时还是很低调的 为了保护孩子很少公开她的照片 鸭鸭抱着儿子满脸宠蜜 母爱爆棚 母子俩在一起的画面温馨有爱 非凡娱乐整理报道